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照顾我们的取机饮食 三餐她都会准备得好好的 就连学校下课的点心她都不放过 为什么我说不放过呢? 正因为她准备得好好的 所以我在求学时期都没有零用钱 我记得我第一次的零用钱是在我18岁的那一年 就是在我缝5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才20块 那时求学的时候 看到很多同学都会追明信封 就是有偶像的铅笔盒 偶像包包、偶像手表等等的 那我自己看到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却没有能力 那我也不敢伸手跟父母要 我觉得女生都是比较爱花钱的 对不对? 那我也是很爱花钱的 但是我会自己找钱 所以我在求学时期 我就出来打了假期工 记得我第一份的假期工 相信很多人都做过 就是做砍菜小妹 我就是会去海鲜馆啊 会去酒楼啊 当这个砍菜的 那我也在油帐打过工 在眼镜店 在服装店等等 那时在假期的时候 看到很多同学都会跟父母出国旅行 而我呢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找机会打假期工 但是我却非常非常的满足 因为假期工 我有了零用钱 我就可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再也不必看着别人有 而自己却没有能力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在求学时期 我就知道了赚钱的重要性 一直到毕业以后呢 我就选择读accounting 为什么我会读accounting呢 因为我觉得account是非常容易找工的 因为每家公司都需要礼账 对不对 那我出来社会打工的时候 我就不会面对到找不到工的问题 我记得我第一份的account card 我的工钱才450块 那我做了一年 我就辞职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你有了工作经验的时候 你在跳槽 你就可以要求更高的薪水 我就是这样不断的跳槽 那过后呢 我还去新加坡打了两年的工 从新加坡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发现到 马来西亚的薪水真的不能去到很高 如果要谈存钱就更难了 那一直到我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小孩过后呢 开销也自然的多了 存钱真的是很难 那时候的我呢 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找机会 那我做过代理 做过微商 甚至一件东西 只装五块钱 或者十块钱 我都不会放过 当时呢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想要的是找钱 而不是找货 当时我所经营的微商呢 是需要汇源费 也需要囤货的 那货量拿得越多的时候 我的成本就越低 那我的利润才可以更高 当时呢 最后呢 却是看到越来越多的货 而不是看到钱 现在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经历 想要赚钱 但是都看不到钱 都只是一直看到货 那时候的我呢 大概只经营了一年的时间 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因为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 因为我需要去找钱 囤货 过后呢 我就在网上 看到很多人都在做代货 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旅行 对不对 那时候我在想 代货可以一边旅行 可以一边赚钱 真的是很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 代货真的非常不容易 真的非常的累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人 就是两个女生 手拉着六个行李 就是这样从机场 坐高铁 再坐地铁 去到民宿 那每天早上呢 都需要拉着大大的行李箱 上下楼梯 挤地铁的 就是去做采购 那我们还需要货币商家 因为要拿到最低的价钱 利润才可以更高 所以一整天 就是跑上跑下的 到了晚上 真的是没有多余的精力 再去享受了 那时候呢 也因为我在打着工 我们都不能够请很长的家 去做代购 所以时间也非常的有限 那回国之后呢 我还要打包 面胶 油寄 然后呢 还会面对到 爽单的问题 甚至还有几趟 我们也面对到 custom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代购 甚至还要亏钱的那一种 所以呢 代购我就大概也是做了几趟 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我就是这样 这个做完做那个 这个赚完又赚那个 时间花得非常的多 但是我的银行都没有多一个零 打工也一样 我就一直不断的跳槽 寻找更高的收入 但是天下都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不对 当我有了高收入的时候 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多 我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时候呢 我还在家里做烘焙 那放工回家过后呢 我就是还在家做生日蛋糕啊 做年饼啊 做月饼等等的 真的非常的累 不简单 每次都要忙到凌晨 虽然看不见未来很辛苦 但是为了家庭 为了小孩 我还是必须要做下去 就在寻寻秘密的单儿 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砍头 就是我会请这个烘焙老师 从西马飞过来古镜教课 那我就在古镜 帮他们招学生 赚取这个commission 那记得那时 有位老师 就是过来古镜教课 他就是我的推荐人 当时呢 他就带着他的妹妹来当助理 就在那个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他就问我 有没有听过爱多美 其实在那烘焙学院的隔壁 就是有一家爱多美的教育中心 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听过爱多美 那当时呢 他就跟我分享 爱多美这个平台呢 会员是免费的 完全不需要囤货 比我持家进来的人呢 我都可以累计他们的分数 当下呢 这就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因为我过去经营的 不是要会员费 要maintain就是要囤货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我就马上加入会员了 因为要会员费 要maintain的 我都做了 这个不需要任何资金 我就可以当一个 online shopping mall的老板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又跟我分享了一个 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东西 就是他的收入 那他在还没有经营爱多美之前呢 他是一位补习老师 那时他的工钱是才1000多块 但是他经营爱多美一年的时间 他在爱多美有了8000多块的收入 当时我在想 哇 真的8000块吗 有没有骗人哦 可以赚这么多吗 因为我自己一直不断的跳槽 又找了很多的extra income 我都没有拿过一个月8000块 所以当下呢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来看看 一定要来了解爱多美这个平台 那在隔天呢 他们就飞回去西马了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在网上寻找资料 当然我也会不断的打电话 询问我的推荐人 记得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天天都打电话找他们 一天都不懂几通电话 但是他们非常的耐心 都不会觉得妨 都通过电话跟我分享 叫我注册啊 排线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距离不是问题 只要你想要的话 阻力都会变成动力 经过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然后不会手停口停 而且还可以传承三代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像我这样没有富裕背景的人 又没有高收入的人 我常常都在想 我以后可以给我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工钱一拿到 基本上都花得七七八八了 更别说存钱 但是爱多美这个平台 可以传承给我的孩子 只要我现在努力的去做 以后我的孩子就可以不一样的人生 我就是这样听话照做 跟着推荐人给我的方法 用心的去学习 然后开始去分享 当然一开始的我也面对到心态的问题 我很想做 但是我又怕没有朋友 所以一开始的我呢 只敢在网络做分享 我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到会有人PM 然后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因为价钱很便宜 当然也有不接受的 因为价钱太便宜了 当时呢 我还没经营爱多美以前呢 我自己所用的防晒霜 是专柜买的 30ml 140块 那我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就想要用爱多美的防晒霜 那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 因为价钱真的很便宜 女人妈都会非常注重脸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 便宜没好货 但是那时我告诉我自己 既然我想要经营爱多美 我就必须要试用产品 所以当时 我就下单买了这个爱多美的sanscript 分量呢 是多了一倍 60ml 当时价钱 却少了四倍 当我试用过后呢 真的是高品质 低价格 品质非常的好 完全的不油腻 那过后呢 我也把这个防晒霜 分享给我的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呢 就是介绍我那个 装备防晒的那一位啦 当我跟他分享 爱多美的防晒霜的时候 他拒绝了我 因为他说 像12块啊 可以用的吗 然后他就拒绝我 他说 这样你有买都会对 这样你挤一点给我试用先好不好 那我就挤了一点给他试用 他一用过后呢 就开始爱上了 而且还一直用到今天 所以在爱多美 你一定要试用产品 你试用过后 你才知道产品有多好 我们才可以去分享 我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分享 我也把这个平台分享给我以前做微商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爱多美这个平台真的是容易多了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我也把爱用者 follow out变成经营者 让他们在爱多美有了被动的收入 在爱多美呢 我们想要经营的话 我们一定要进入成功系统 就是我们要参加公司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是想要当online shopping mall的老板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定要学习 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成功学院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伙伴的陪同 陪同我去的是我的老公 当时呢 我们都被这个成功学院的环境和职场感染到 那当时他告诉我 这个平台很棒 可以做 他是全力的支持我经营这个爱多美 而且呢 我们也更加肯定爱多美这个平台是可以做的 爱多美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平台 那我还记得在那一场的成功学院 我看到一位年老的阿公 晋级壮实大师 那当时呢 他是坐着轮椅上台接受表扬 那不止呢 我还看到年轻的大学生 甚至还有家庭主妇 都通过爱多美成功了 年龄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把伙伴带来参加这个成功学院 记得过后呢 我是带着四位伙伴一起飞去西马参加成功学院 那时候我们还打着工 都是在放工的时候赶去机场 当时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一起出门 所以非常兴奋 在机场聊啊聊 聊到飞机都飞走了 当下我们真的非常慌了 因为下一趟的机票是需要400多块 我们都还在犹豫是要去还是不要去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济都有限 但是最后呢 我们四个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铁钱都要飞过去那一种 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渴望 也很期待去参加成功学院 而且还带着一颗想要成功的心 这就是爱多美的魅力 去到成功学院 大家真的被那时长和环境感染到了 都下了一个更大的决心 一定要在爱多美成功 在爱多美呢 还看到很多大领袖们都不会摆架子 都非常的大爱 大家都把伙伴的成功当成是目标 这就是爱多美的文化 我们真的感觉到 那一次花了400多块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回来之后 大家都在疯狂地经营爱多美 当初大家都拿不出那400多块 当时今天大家都不一样了 有成为了钊石大师 玫瑰大师 还有新冠大师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只是part time在经营 但是我们却是以夫妻的心态去做 那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放工的时候去见伙伴 去做home party 去讲marketing 有些伙伴呢 甚至还带着孩子一起去做home party 虽然很累 但是那股力量 我们都不曾想过要放弃 我们的上线呢 也常常不断地鼓励与认同 让我们更有信心地走下去 其实在爱多美呢 我也遇到了一个很难突破的事情 就是讲课 那我的上线都在西马 虽然每个几个月他们都会飞过来 但是我觉得身为伙伴们的领袖 我必须为他们站出来 以前我一直没有讲课的经验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挑战 非常难突破的事情 因为我怕讲的不好 我怕伙伴不懂会怎样看我 记得第一次我为伙伴准备讲课的时候 是真的非常的压力 压力到几天都不会睡 然后呢 还一直在做工的时间 一直不断地重复听VOD呀 做笔记呀 回到家之后 还把老公和孩子当成伙伴来做练习 那时候呢 还被他们取笑 因为哦 一个短短的开场白 我都练习了好几天 虽然那一次讲课呢 我讲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伙伴呢 却说我讲的非常好 每一次呢 我的上线呢 都会认同和鼓励我 我的伙伴呢 都会支持我 因此我知道 不管我怎样 不管我会不会或懂不懂 只要我愿意为伙伴站出来 为伙伴学习成长 我一定会越讲越好 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学习 越讲越说 到今天 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 当我们面对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是会选择去逃避 还是去克服 那我就是选择克服 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我经营爱多美四年的时间 2018年呢 我成为了销售大师 2019年呢 我晋级为战士大师 那时候呢 我已经在爱多美有了五位数的收入 那我的正业呢 也有五千块 各位 如果你的part high可以给你五位数的收入 你的正业可以给你五千块 你会不会想要辞职 全职你的付业呢 那其实哦 我的推荐人呢 他也曾经提议 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服胎 当时我在想 我的part high有五位数收入 我的全职有五千块 那两边一起赚的话 不是更多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一直到有一次呢 我正面一位朋友哦 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他没有不良的嗜好 烟酒不脏 唯一呢 就是工作量很大 很压力 所以当时 我也察觉到了 我跟他一样 其实accounting 就是非常的忙 也非常的压力 accounting就是 你月头很忙 你月尾很忙 你年头很忙 年尾也很忙 那我也曾经呢 在饭满的时间 一个星期做足七天 而且还要加班的那一种 那当下呢 我也告诉我自己 我要改变 那时候呢 我的组织也越来越大 有时候呢 伙伴也面对到 产地的问题 我想给伙伴一个家 所以我决定开中心 在去年MCO以前呢 就是在三月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决定辞职 全职 爱多美 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就在我辞职的下一个星期后 我就遇到了马来西亚的MCO 各位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紧张吗 当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当心 因为我辞职了 薪水也没有了 又遇到lockdown 那我也不懂 在爱多美的时候 是否还会稳定 毕竟自己是有家庭的开销 又开了中心 那我也当心 这一次的辞职 又遇到MCO 会不会是我的危机 但是呢 我告诉自己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只能够全力以赴 全心全意 在做爱多美 那我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爱多美 那所谓 心在哪里 成就在哪里 就在那一年的9月份 我也晋级了爱多美的玫瑰大师 那伙伴们的组织呢 也在那一年成长得非常的快 那在2021年的1月份 我也晋级了领袖俱乐部成员 今年的4月份 我也成功晋级了新冠大师 爱多美让我有了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不但成就了我们 而且还让我们有能力完成孩子的梦想 也可以让父母很放心 在我还没有进爱多美以前呢 我的父母从来都不拿我的钱 我相信父母都是一样的 都想要孩子过得好好的 因为毕竟自己是有家庭 有小孩的 所以父母都不想拿我们的钱 但是进爱多美过后呢 父母就看到我在爱多美的成长 看到我在爱多美的收入 其实让父母很放心 也是一种孝心 对不对 爱多美也让我有能力 满足家人们所要的生活 以前呢 我只有能力带家人们去 足地足地马来西亚 但是现在呢 我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因为现在的我 已经有能力 有时间带着家人和父母 一起去旅行 其实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可以在爱多美坚持那么久 又可以把爱多美做得那么好 其实我想说 是爱多美这个平台的制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在经营的路上呢 我的上线们呢 一直都是很无私的扶持 协助与陪同 甚至还自掏腰包 从西马飞过来附近带我们 那我们呢 也被公司的理念感染到 就是其心合力 我的伙伴们呢 真的非常的其心合力 甚至有伙伴 把我晋级的愿望 写在他的小郎书上 让我真的 真的非常的感动 其实在爱多美 让我看到可以帮助更多的伙伴改变人生 那其中我看到两位伙伴 他们都是打工族 那其中一位伙伴 他打了十多年的工 工钱才1800块 每个月基本开销过后呢 他是没有多余的钱 甚至连孩子 深入的时候都没有能力买蛋糕 但是今天 他经营爱多美三年的时间 他已经成为爱多美的玫瑰大师 夜路过万 也在爱多美改变他的人生 那还有一个伙伴呢 他也是打工的 那他打工 他办完工过后呢 他还要去开面当卖面 一直卖到凌晨 那收担过后呢 就是回到家 睡几个小时 又要起身去弄孩子上学 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今天 他经营爱多美两年多的时间 他已经是爱多美的战士大师 他说他非常感恩爱多美 以前他想要买葡萄 都不能够买一整包 都是要叫老板抽出来一些 因为葡萄不便宜 对不对 但是今天 他可以有能力 一次过买两包的葡萄 因为他说 上个星期的钱还没有花完 这个星期又有钱进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爱多美 其实看到伙伴们的生活改变了 真的是非常的欣慰 也非常的感动 在爱多美 不只可以成就自己 而且还可以带着伙伴一起改变生活 他们的成功就是我的动力 所以我一直坚持到今天 今天没有爱多美 我真的不敢想 过去打工和创业 我真的意识到了手听口听 那如果我们还在打着工的话 我们一直要打工到退休吗 那么退休以后呢 我们要成为孩子的负担吗 相信所有的父母 都不想要成为孩子的负担 对不对 今天我们遇到了爱多美 就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不止不会成为孩子的负担 我们还可以改变 三代人的生活 感恩爱多美的董事长 朴寒基先生 创办了爱多美 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 最后我想说 今天如果你还没加入爱多美 请不要拒绝和你谈爱多美的人 给他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那今天如果你已经是爱多美的会员 那请你加快脚步 可以快就不要慢 当你在爱多美经营的路上 如果遇到任何的挫折 千万不要坚持 不要放弃 因为挫折不是我们的绊脚石 挫折是我们迈向成功的垫脚石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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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